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第一組登場 星光大道的凹英雄 就是新飛組合 貓棓林 莉莉雅 這是大家的國民女友 他們長褪美眉 羅家領 是世界球王 兩位非常的活潑 剛才某一集以為是排球再殺球 都忘了他們是羽球選手 зак 黃冠宏真的很會 有飛而來 對 讓很多的王太太 現在在螢幕前面是血脈噴張 是 戴姿穎 我愛妳 歡迎羽球女子單打銀牌的 戴姿穎選手 目前就是高居羽球世界第一的排名 也是我們重量級的 桌球教父 無度出戰奧運的 莊志願 歡迎兩位 歡迎 好 這一個桌球黃金混雙姐弟黨 這一進還有林荺茹 自然之後也成為很多活動 還有典禮的這個常客 所以這一回是第二度 走上星光大道了 真的是 他直呼要放眼下界奧運奪金盤 感謝三位全擊球獎 哇哇哇 非常非常生動 這個過程 很像我們在看什麼 全擊賽前面的唱歌 非常非常的勇敢結束 我們的 機台舉重女神 戳姓淳 然後她們的留言 已經是刷得熱鬧滾滾了 聽說有人留下英雄淚是哪一位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重拾心情 李楊你有特別跟他說什麼嗎 其實我們倆當下就真的很難過說 我們第一次帶來台灣參加奧運 然後就輸球 很像是這段時間 我們的為台灣打拚的台灣羽球男雙 好像這段時間努力都白配 但當下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把我們剩下兩場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大家看 所以當下我就跟他講 我們還有兩場我們盡力拚步就好 其實結果出來當然也是只能尊重 就是裁判給我們的最後的判定這樣 那結束之後 他其實捧著維廉跟我說 其實你是我的偶像 然後 真的 講英文嗎 講英文 我想烏克男語可以立刻 男語講太厲害了 沒有沒有 然後我們都很棒這樣 真的會起雞皮疙瘩當下 然後我當下聽到雖然那個 當下那個情況雖然覺得有點難過 但是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反而有點感動 就是說 我們真的能站上這個奧運的舞台 然後能相知相惜彼此 為了彼此 是因為彼此的存在 所以才讓我們彼此更強 然後更進步 其實還是很感動 因為畢竟替台灣還有國家 參加五屆奧運會 那其實我覺得回到家 還是真的感到非常溫暖 因為畢竟自己二十幾年來 都一直在國外比賽 那還是回到台灣 還是一個感覺 就是回家真好 之外 冠宏怎麼 誰這麼厲害 我版面 誰教你的 誰教你的 沒有 我就想說 大家也很久沒有看我了 然後 也很久沒有看到我的身體 然後我就想說 唉唷 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要不要現在直接就綁 因為剛剛的時間有點短暫 我相信很多的就是王太太們 有點意猶未盡的感覺 走動的時候 關係啦 我們就是 機會就是就一點點了 稍重即逝 沒有把握到就沒辦法了 我們星光大道旁的兩次LED互動牆 有熱血被燈這一下 因為接下來奧運其實還有 三年的時間 就是有點長 那我自己 應該是先專注在接下來的 可能是年底的市井賽 或者是年中賽 就是比較大的比賽這樣子 我相信 每個運動選手 就是在場上都是不願意出球的 所以就憑著那個不服輸的心情 我就是要努力去評到最後一刻 即使看起來沒有機會 也要一直努力 小天同學 先說一下 怎麼培養默契 一起吃東西吧 今天牛排給我們的學姐吃嗎 被發現了 喔 被發現了 真的喔 除了台灣的粉絲之外 其實這一次冬奧結束之後 也多了非常非常多的海外的支持者 有沒有趁這個機會 以跟他們說說話 謝謝 謝謝 國際化發展了對不對 我們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日本粉絲 因為在第一把就確定金牌了 那當然在最後的第三把 也試著去挑戰自己的世界紀錄 那最後很可惜沒有成功 但是我相信我在當下 當下帶給大家的那種享受舞台的感覺 我覺得 才是我覺得 對於大家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現在 在在帕運場上的所有的選手 你們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然後我也非常的佩服 然後我相信你們在場上 一定可以發揮到 自己最好的水準 拿到最好的成績 這個月條數 是 很火 是